大家見到我美後這裏埋網 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大家很期待的一個 今晚的唯一一套截止戲 《紅樓夢之詩善》 當然主角就是講情文和寶二爺 那意思是說 《紅樓夢》這個故事 其實是很多警示的語言在這裏 也都是講這個寶二爺 因為榮王府裏面只有一個男生 當然有很多嬰嬰宴圍著她做一個主體 那麼這麼多的女士 都對她 有些是對她有情 有些是對她有愛 總之一句 我們現在俗語講一句 正式是女人湯圓來的 今晚為我們帶來這個戲的兩位朋友 我們都是很期待的演出 因為她們扮相也都非常英俊 美女 說的就是情文是由黃新輝演出 寶二爺來到我們香港一位 非常出色的文武生 梁振文先生 將舞台交給振文 交給新輝為我們帶來的詩善 隨便 我們早上 開車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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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